好,大家好 我叫李子博 因为名字叫Aven 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我跟我表哥的这个故事 就是当我在上过 林牧师教我们的丰富的生命 这堂课之后 就是感触特别多 因为林牧师教我们怎么分享 跟传播这个福音 那当时呢,我就想着 或是不是我也可以试着 把这个福音分享 传播给我身边的人 首先跟我接触最多的 就是我的表哥 因为我们就是平时 总在一起待着呀 包括聊天呀 就是没事的时候 然后表哥 因为他看到了我很多 我个人精神心理上面的一些改变 然后表哥就说 哇塞 你是接触了什么吗 你怎么 就是变得这么阳光 这么还自信 说你的状态都变得好好 我说 那你愿不愿意给我几分钟 我让你了解一下 神是如何爱世人的 然后呢 我跟他说 如果他愿意的话 那我也可以帮助他 成为神的儿女 一开始的时候 说实话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就是 像林牧师这样的大咖 才能做到的 真的是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难的事情 但是 林牧师这个 如何分享福音 传播福音之堂课 我学到之后 我觉得 好像不是啊 好像是我们 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样的能力 也有这样的责任 去分享传播给我们身边的人 所以这个是我特别有感触 然后所以呢 我跟大家就是说一下 不要觉得 就像我之前的心态一样 觉得这个事 是一个 啊好厉害的事 我们很难办到 其实不是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 传播分享福音的能力 我也希望在座的 每一个弟兄姊妹 可以把这个福音 分享传播给我们身边的人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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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